油脂伞作为古老的东方工艺 辉煌过后被逐渐淘汰 为什么突然火爆全网 年过五十字大叔 又是怎么样靠一把伞逆袭 收获了百万粉丝的 今天为你继续讲述文书和油脂伞的故事 马斌说浙江这里不一样 大家好我是马斌 上集咱们说到中国的小伙伴 如果你去日本买个茶道伞回来 大概率就是浙江这位手艺人文书人家做的 那文书的家就在离富阳城区最远的岛岭村 穿过着环绕的群山 到了文书家 你会看到是一个世外桃源 这里山清水秀 竹林繁茂 这也就成了文书制作油脂伞的最佳的原材料 文书人家还是中国油脂伞质量标准的拟定者 那么他是怎么和这个油脂伞结缘的呢 文书祖上两代都是做油脂伞的手工艺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呢 这钢架伞就出现了 油脂伞就渐渐退出了市场 所以这富阳岛岛岛村的人也逐渐就放弃了这门营生 到了九十年代 文书下定决心要重拾老底子 让油脂伞的手艺传承起来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这油脂伞的手艺凝聚着大量先人的智慧和创造 工艺之精湛令人择舍 你就拿着油脂伞的骨架来说 它要有个清脆的竹子制作 一个合格耐用的散架原材料它必须是生长六年的冬竹 而且周长有尺寸要求九寸以上 只有这样呢 做散架的时候呢 经过多道手工程序啊 它不轻易折断 而且这个冬竹砍回来之后 要在水里泡一个月 就把它里面那个糖分泡出来 才能确保这个竹子五十年不被冲咬 而这个散是做出来了 没人要 做散不容易 这做出来还卖不出去 这不就BBQ了 那与其半途而废 文叔就想 那我不如把这个匠心精神发挥到极致 这份坚持 就让文叔在油脂伞上 倾注了半辈子的心血 国内做油脂伞的工匠 很多很多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看到一个做的一把比我做的要好得多的油脂伞 胆敢夸下如此海口 文叔自然是有它底气的 你看市面上一把普通的油脂伞 72道工序 而文叔做的油脂伞 要经过106道工序 从上山砍竹子 到锯竹筒 切片 打动 调色 忽散面 每一道工序都有它的独到之处 你就拿着忽散面来说 文叔图的是 它自己用木薯淀粉熬制出来的环保浇水 刷的是经过改良后 留有一股清香的防水铜油 最后上在散鼓上的油漆 也是环保的腰果漆 怎么样 够精细吗 我们村里 我是第一个装电话 拉网线的人 03年 我就用翻译软件 把中文转成日语 把伞发到阿里巴巴网站上 从那时候起 就有日本订单了 出口日本的茶道伞是文叔的得意之作 而这把伞的诞生 源于和日本人的一个打赌 对方说了 即便是我们日本手艺最好的老工匠 也未必能做出这样的一个茶道伞来 但文叔它做出来了 而且它经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就是 日本人对品质要求很高 那我就要对自己的要求比它还高 这之后很长时间啊 文叔的伞都是墙里开花 它墙外向 远消日本啊 韩国啊 土耳其 匈牙利 一直到荷兰 但国内却很少有人知道 2018年底 文叔拍摄了一段关于油脂伞的短视频 没想到短短几天啊 文叔的油脂伞便全网走红 瞬间收获了一批狂热的粉丝 很快就成为了 非一爱好者和油脂伞爱好者的必看内容 特别上广东这些cosplay比较盛行的地方 很多人开始根据短视频链接下单购买 这文叔的订单量就暴增了 他就说了你看 原本国外市场单子都接不过来 那现在还在处理国内的单子 这单子已经拍到明年了 还有一些网友等不及 干脆直接到复阳 去文叔那上门定制 那现在文叔在村里啊 有一座三层的小厂房 村里十几个手艺人 专心制作了油脂伞 房间里也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油脂伞 连天花板它都不浪费 我觉得有意义的是啊 过去非一它只影响当地人 知晓度不高 但通过当下流行的短视频 非以手艺的影响 可以走进年轻人 可以迅速地扩散到全国 或者全世界 当传统文化 遇上新兴的互联网技术 只有赢得市场 才能够保证手艺不失传 也可以更好地传承 非以文化 这一点呢 值得大家借记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啊 来浙江复阳 看看文叔和他的伞 你看兴之所致 也可以撑一把油脂伞 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下 或许也会逢着一个丁香一样 接着仇怨的姑娘 各位 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和内容 欢迎点赞转发 评论和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